好 今天隨著封面北台到來了 這個台灣的北方海面 所以其實今天各地都開始有一點點熱了起來 只有北台灣還有中部以北地區 看起來還是有一波的短暫震雨 在今天清晨的時候 但是降雨的空檔越來越多了 最主要水氣也開始減少 但是中部以北因為雲層還是比較偏多的關係 白天高溫沒有回升的那麼的多 大概還是28到29度左右 但是中南部地區一樣都是來到30度以上的高溫 屏東的春日香佔上了34.7度的高溫 我們講到封面雖然北台到台灣的北方海面 但是我們不停提醒大家 今天明天午後熱對流還是要留意 像是今天中午過後 山區發展起來的午後熱對流 這樣子中午過後的強降雨真的很強 尤其像是在屏東 屏東的近山區平地 像是屏東的內埔 一個小時的雨量來到了95毫米 真的是非常瘋狂的暴雨 接下午後熱對流下的時間都不太多 短短呢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的時間就停了 但是這樣的強降雨一定要留意 隨著今天晚上到明天地面天氣圖 帶您來看到 這一道封面系統逐漸的北台 甚至呢進一步的減弱 來到了明天還逐漸的要遠離台灣了 下一張圖您可以看到呢 封面遠離之後呢 當然台灣環境場的水氣就會越來越少 降雨的這個時間點就比較集中 在整個中午過後 山區要特別留意就可以了 台語圖帶您進一步來看 您可以看到呢 今天晚上到明天呢 水氣越來越少 週末假期展開 基本上呢就是山區 如果您要前往山區的話 中午過後的強降雨要留意 來到週日過後呢 轉吹比較偏南風 東南風的環境 迎風面的降雨還是要注意的 週末兩天呢 午後熱對流 都是降雨的一個重點跟熱區 提醒您要特別的注意了 那再來就是颱風 颱風到底伸長了沒有 告訴大家呢 過去一天的時間呢 這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它是有慢慢在增強 但是呢 它增強的速度不如預期 緩慢的增強當中 目前它還是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資料看起來呢 最快在今天深夜到明天呢 就會發展成為今年第一號颱風 艾維尼颱風了 但是路徑來看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變化 目前來看呢 它依舊是會朝著旅宋島的 這個方向來前進 接著往東北來轉呢 它會通過台灣的東南方 遠海之後逐漸的遠離 當然呢 它在北轉之後呢 角度還有時間 都還存在變化的空間 這個部分 持續鎖定近新聞 都會帶您掌握 緊接明天各地的溫度 要提供給您 北部地區明天 白天的高溫會進一步回升 來到29到31度 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明天相當的悶熱 外出記得要沉著透氣 南台灣的部分呢 也要稍微留意一下空氣品質 東半部地區明天是 淫風面降雨機率偏高 都來到50%到80%以上 淚島地區的觀眾朋友 同樣要提醒的是 蓮江容易有農物 這個部分要特別留意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跡象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這就是 Piggy 新疆 海鴉 貓 空氣 貓